宝贝 又到了跟天父说说话的时间咯 我们先来读圣经 今天继续 《使徒行传》七章 三十五三十六节 这摩西就是百姓弃绝说 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的 神却借那在荆棘中显现之使者的手 拆拍他做首领 做救赎的 这人领百姓出来 在埃及 在红海 在旷野 四十年间行了奇事神迹 从这两节经文的描述看见 阿爸天父喜欢人与他一同工作 共同完成目标 所以天父用神圣的呼召 拆拍摩西 虽然当时以色列同胞不明白又拒绝 可是天父要摩西成为解救者 以成定局 人的反对 无法左右神美善的计划 天父也绝对讲信用 他对摩西的呼召负责 在艰辛的过程中不断的维护摩西 好 现在就让妈妈带宝贝一起来祷告 拆拍人的天父 谢谢你让主耶稣 在升天以前 也同样给我们神圣的呼召 拆拍我们在任何地方 都能做天父的好帮手 你也同样用许多方法 来帮助我们 我们向你献上感谢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